W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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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近集的台灣 我是怡婷 帶您來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今天的節目將帶您到台北寧夏夜市 品嘗花枝羹 醃製過的花枝塊配上羹湯 Q脆又鮮甜 以及台南清昆生祖傳五代的兒爹 小店藏小巷催高人氣 酥脆多汁的兒爹 讓客人撐傘也要吃 還有台北萬華古早味石井麵 吸附濃郁湯頭的蕎麥麵 再搭配海鮮等澎湃的配料 是老客人記憶中的好滋味 彰化園林當歸鴨肉飯 香噴噴的鴨油醬汁 加上軟嫩不柴的鴨肉 大受歡迎 位在台北市寧夏夜市 有一間花枝羹非常厲害 老闆馮崩智用特調的醬汁醃製過 裹上了一層薄薄的粉 吃得到整塊軟中帶脆的花枝塊 再搭配自製的羹湯 清脆又鮮甜 原本是餐飲門外漢的馮崩智 在三十八年前 習得前岳父的好手藝後 從今因為好賭啊 輸光了千萬元收攤 不過他自嘲就像是九命怪貓 是怎麼東山在籍的呢 帶你來看他的故事 現在做我們這種的做法 已經很少人在做了 花枝羹直接下水煮 全省是下面有幾家了 有的 它薑裹得很多 我是飽飽的 新鮮花枝在熱鍋裡舞動 一片片晶瑩浑厚 細白光滑 口感也讓人難忘 那人家的花枝跟別人家比起來 味道好 比較新鮮 咬起來就比較有彈性啊 有的部位吃起來香脆 有的Q嫩 同樣不變的是鹹美甘甜 這是老闆馮崩智 每天醃漬至少四小時的堅持 讓花枝完全入味才能下鍋 舉凡備料 調味 噴煮 他都不假手他人 到現在雖然快六十歲了 但是還沒有一個員工的動作比我快 可能是熟人生巧吧 習慣了 就算有起員工 但秋房裡人只見他一個人忙進忙出 因為這手藝是前岳父親自交給他的 做了三十八年 連招牌炒米粉也是同樣歷程 注意喔 再來就是它的調味料比例 這米粉也是我前岳父交下來 傳給我的老手藝了啦 用長筷不停攪拌 關小火奔煮 悶到湯汁吸附在米粉裡 還要不時查看有沒有均勻 隨時開鍋轉一轉 拌一拌 多拌幾次都不嫌煩 就像讓每一條米粉都要入味 還曾有客人大老遠跑來 就為了吃這一味 放上肉燥 豆芽菜當配料 口感Q彈 又鬆又香 也因為煮得不乾不爛 必要時還得用菜刀切斷 這長長的米粉絲 但怎麼保持熱度跟Q度 原來是有訣竅的 吹米粉那個板子有沒有 這個是把手 蓋著 蓋子 這是蓋子 我們把它翻過來 這個火一開 蒸氣從這邊出來 你要一份 這邊一份是熱的 但是這個不是我厲害 這是我岳父 他教我的 而且他是不嘗試的教我 所以我很感激我岳父 三句話不離請岳父 說起來有些愁創 這跟他的人生境遇 有很大的關係 十六歲時 泡船回來後當兵 在退遺前認識了前妻 遇到父親過世 兩人就在百日內結了婚 我是沒有讀書啦 我十四歲就出社會 也沒有錢 所以結婚 包括結婚的西裝 那都是我岳父那邊幫我 幫我的忙 子鋪當時是個窮小子 連結婚的西裝備 都是前岳父出的 他曾是接掌好幾家飯店的 總主廚 也是三重知名 花枝根老店的老闆 讓原本對餐飲 一竅不通的馮崑志 得以惜得長輩的好手藝 我岳父學半年了 半年六個月我就想出去開了 七樓 那時候剛開始做 可能好不容易一個鐘頭來一個 半個鐘頭來一個 七八點的時候我就回過頭問我媽媽 我媽媽蹲在旁邊幾碗 我媽媽 幾個碗了 五個了... 我媽媽說幾個碗了 八個了... 一天做八百塊 三個月後我說媽媽 現在幾個碗了 不要問了啦 洗不掉 生意漸漸上軌道 沒想到好景不長 馮崑志在此時迷上了千賭 年輕人比較... 怎麼講...不懂事 就是想說一夜自負 就賭 迷上了大家的...半年吧 就把所有的積蓄都輸光了 輸了上千萬 連攤子都賠掉了 失業又失智 讓馮崑志把自己關在家裡整整一年 每天祭酒消愁 當時前妻擔負起養家重擔 在二伯位在台北圓環的知名小吃店上班 偶然機會附近有攤位出租 二伯建議馮崑志再次創業 改賣炒羊肉炒青菜 圓環裡面沒有人炒嘛 所以我就專門應付 來進來圓環吃的客人 所以我就炒羊肉炒青菜 所以我一天空心菜就要八十斤 當時好不容易賺到的錢 沒想到因為不服輸又賠了上百萬 想錢想瘋了吧 就是想要一夜致富啊 又想說剛出輸那麼多 想要把他贏回來 不甘心 可是對 可是越晚越慘 這要命的不甘心 讓馮崑志再次輸得一塌糊塗 負債三百萬 碰巧當時也剛好面臨新圓環正式席燈 讓他決定在附近的名聲息露 麗蜜店面有意東山再起 當開店的時候 我以一個禮拜為限 就是來買花枝跟草莓粉內用 送一塊錢美金 就是這樣我慢慢的就做起來 我是打不死的髒髒髒 反正我都有貴人幫 這就是萬水先生講的老抽 就是上色 像是這改良自前岳父的羹湯 勾了少許的芡粉 還添了些許配料 我岳父教我的時候就是這樣 清清的 對 都沒有什麼料 好凡我現在也有香菇 也有筍子 客人反而會接受 用的是自創的吃肉羹 所煮好的湯頭 如齊鳴 肉條野井 鍋椅薄粉 只見馮昆至用手一條條搏入鍋中 動作力所迅速 起鍋後肉的香甜味滿部嘴裡 口感彈嫩 吃得到滑嫩又扎實的整塊肉 東西我都吃過啊 肉筋啊 好吃啊 剛好都很...我很喜歡 真材實料的好工夫 讓生意再一次儉取穩定 但一直跟著吃苦的前妻 最終還是選擇利益 我是從小就是大過不患 小過不斷的 我常常嘴巴都講說 來啊...來你啊... 然後放養的孩子啊 真的有一天他就真的 把離婚證事拿出來 其實離婚也有點後悔啦 那離婚的時候我... 我沒有告訴我岳父真的這一點 我真的到現在還是對他 很歸不起他 我沒有好好照顧他的女兒 他的寶貝女兒 人生悔不當初 在現在的店職開業十七年了 也因為女兒的鼓勵 讓他重新振作 近幾年不再過著今朝有酒 今朝醉的糜爛生活 我女兒他嫁到日本去了 他說我年紀也大了 也老了 有一些養老 他叫我不要賭 我就聽到那一句話 我就說好 把他存給你看 我的個性就... 我要玩誰也擋不了我 我不玩誰叫我玩我也不會去玩 瘋寬志的好勝性格 雖把婚姻搞砸 但發揮在做生意上 是有好效果 自創的獅子頭 成為店裡的主力商品 我只知道獅子頭三個字 從來沒有吃過 其實這個也是誤打誤撞 剛開始做是做自己要吃的 也不是刻意說要做這個來賣 結果做... 一個 兩個 三個 越來越多 然後想說好吧 那就做一些來賣好了 到現在這個已經成了主力 它的口味很好 然後裡面有餡有料 它吃起來有一點有彈性 很好吃 我每個禮拜都來買兩次 這是現炸的 很好吃 將肥瘦三七筆的絞肉 揉入大量比奇與洋蔥 增加甜度與絞勁 加入低瓜粉 太白粉定型後 豐昆志以手工一秒一顆速度 從糊口擠出肉丸 再搓圓塑形放入炸鍋中 一顆顆拳頭大小的獅子頭 在油鍋裡滾動 等到外皮炸成金黃色才能起鍋 一口咬下 肉汁在口中爆開 渾厚紮實的口感 讓許多人一吃就愛上 十年有了 我本來是來地外街才買 然後在這裡用餐 看到他們有獅子頭 就這樣一買就變成 變成以後買獅子頭 不見得來這裡用餐了 十四五顆 半清七顆 阿婆在天母 七十幾歲了 他每天拿一天 都來 每天都拿十斤十斤十斤 結果他不是自己都是送人 還有另外就是我還有 批給那個餐館 來店裡的幾乎都是老主庫 常常一點就是好幾斤 在年紀時期更是大牌長龍搶買 但逢婚制把這一切歸功於 許多貴人的幫助 因為沒有我岳父的話 可能今天我可能還在海上漂泊 因為我沒有一季之長 我結了婚 我岳父把他的手藝交 傳承給我 所以才有我今天的我 靠酒這一碗好味道 逢婚制早已起死回生好多次 才得以讓這家小店 坐有雙鳴店記憶 做廚藝已經三十八年了 年少輕狂的銳氣 早已被歲月生活給磨掉不少 迷途知返永遠不嫌晚 台南青昆山是台灣 最西邊的靠海聚落 四周圍繞著餘溫還有鹽田 出產出肥美的鵝啊 還有火燒蝦 還有很老瓦的魚貨 不過其實最出名的還有這一位 祖傳五代的百年鵝爹 不親眼的小店 藏身在小巷子裡 只要一開炸 就是當地人潮最多的地方 碩大的鵝爹餡料扎實 價錢還很佛心 還能吃到餡料小卷酥 酥炸無鍋魚炸沙蝦 客人都讚不絕口 到底這樣一間小店的手藝 有多厲害呢 讓客人即便是下大雨 撐傘也要吃 一起來看看真正寒阿奈的美食 OK啦 薄汁茶 皮脆 絲嫩 料多 貴美 你吃完我們好像說 後面還想來 來這裡一定要吃這間蝦蝦 蝦蝦蝦蝦蝦蝦 蝦蝦蝦蝦蝦蝦 蝦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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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蝦�蝦蝦�蝦���� 這主席今天漏了 不然只要吃一個 這要擺很久 要多久 一兩小時也等 一兩小時也等喔 對啊 排隊就算了 更好的是 即便下去翻國大雨 也交不息客人想吃的衝動 我買剛好九百九 就好朋友都想要吃 就一起來買這樣子 所以下午天就要來 客人會這麼愛 因為靠海小店的蚵仔 蝦子 小捲等食材 都是來自當地近海 跟七股細股的海鮮 這裡頭更是蚵仔的產地 都這麼大吃的 有怪客人都要來吃 對啊 都算肥還算什麼 這是還好耶 對 還好 有上一材的又越肥 又越大吃 爸爸 你表演給我看 好吃的喔 超高的 把不泡水的肥美蚵仔 放入耳邊下鍋油炸成金黃色 灑上一點胡椒鹽 一口咬下外酥內嫩 滿滿海味跟餡料 一個才賣三十五元 都市根本吃不到的價錢 就是祖傳五代耳爹的魔力 挺好吃 好吃 清昆生位在台南市 算是台灣最西邊的靠海聚落 這邊以出產蚵仔跟火燒蝦 最為有名 據說清朝時淤積的沙洲 在太陽照射之下 有如一尾青澀的昆魚之聲 得名清昆生 但在這裡有一間很厲害的 祖傳五代耳爹 店面不在路邊 而是得彎進小巷子裡頭 客人都直呼這才是 真正的隱藏版美食 對 就是找不到 而且是認識的人介紹 你才知道這裡 雖然一般不會找到這裡 我用導航過來的 我還想說這條路這麼小條 會不會導航 導錯了 原來是別有洞天 美味不怕香弄聲 小店擺設很有古早味 菜單掛在紅磚牆上 客人直接點了 坐在巷子裡偷吃 對啦 中和中小人數斷 待會兒放六塊回去 三塊 我們就三塊回去 因為食材滿新鮮的 就是不會有一些 好像鮮味這樣子 料看起來整個很飽滿 我覺得很不錯這樣 在那個溪谷那邊 先吃了一些海鮮 然後吃了很飽再來 但我還是覺得很好吃 然後魚仔兩粿 兩個蚵仔兩粿就對了 小店最早營業跟薑母鴨一樣 一年只賣冬天 照應夏天油鍋太熱 現在有了冷氣 才變成全年無休 周家兄弟姐妹四個人 撐起老店 早上也有做 阿嬤 媽媽 你以前算第四代 你家算第六代 應該百年有了 都忘了手部 那一般這個手工 你不看都像這樣 沒了 沒了 由於自家耳朵比別人大 炸一個需要花上十分鐘 永遠趕不上客人的速度 但妹周祺盈 只能雙手麻木蹄 邊磨邊炸 但給料絕對給得很大方 我面子第一次有五十 海海 十 有五十五十 那差不多 看大小鴨 最小會有六顆 六五十五顆 像這麼大也有四五顆 好 他蚵仔有在生產 蚵仔要賣比較少 不比說你就外地買蚵仔 再來吃買兩個蚵仔 經過一小兩小 本人就都卡下去了 媽媽有跟你們公眾一樣嗎 要親切 飯店開就是不怕人吃 周晴的媽媽 周秀禮 從娘家帶來一脈相傳的手藝 她的大半輩子都在賣耳疊 但令人外省的是 七年前媽媽積勞成績過世 嫁仔妳怎麼開始在做茶了 初心是甘馬店 甘馬店那隻那 這些人因為都有在抓魚 有脫海嘛 以前就會弄弄弄死 就看我沒來賣耳疊 晚上要做麵皮 做晚上這樣 手上的鐵勺子 從阿祖 外婆 媽媽 再傳到她的手上 是百年的傳家寶 是百年的傳家寶 手上的鐵勺子 再傳到她的手上 是百年的傳家寶 有啊 有啊 旁邊中有了 有了 有那麼小 到原來這裡 真的有差耶 對 真的有差 用老公去做耳疊 特別有感情 而祖傳的咖哩 厲害的就是這獨門粉漿 我們有需要加什麼 豆粉跟麵粉 還有我們家的不像蜜方 為什麼要加豆粉 豆粉會比較香 比較脆 很好吃 它很脆 因為我想像中還脆很多 祖傳的粉漿 不僅能鎖住鮮甜海味 炸起來又薄又脆 可透光 而耳疊當中陪襯的菜餡 則是加入了中藥蜜方 讓韭菜不會過洽 鹹菜提味 高麗菜更鮮脆 為什麼說不上水 若見那個人 Никто吃掉 那種古代的人 是唄 有的不是一樣的 不太配啦 這叫藥蜜蜜 這叫側蜜蜜 你不然覺得這叫 以由耳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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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了 這個玉蜜蜜蜜蜜蜜蜜蜜 如果想一次吃到三種美味 只能趁平日來才有的綜合爹 一般的鵝爹 我覺得不會料那麼多 然後它的鵝仔是真的很新鮮 然後我是點綜合 雖然裡面很多東西 有花枝 然後有鵝仔這樣子 就只有 小店除了鵝爹之外 還可以吃到很多酥炸海鮮 一圈圈紮實且甜的小卷酥 還有這吃起來肉質 鹹香的虱目魚炸魚嶺 但最特別是 只有這個季節才有的沙蝦 千萬別小看它個頭小 肉卻很有料 這是這裡的特產 對... 萬格的 這有什麼特別吃起來 口感到很漂亮 它清甜還蒸 你看它不太大吃 它白了一塊肉很大 汆燙之後的沙蝦每一隻 秀色可猜 蝦味濃郁 肉質甜嫩 除了吃原味之外 火上粉漿下去炸 油溫讓肉質更緊實 還帶著大海的鹹味 昨天網路上看到的 然後覺得 你看看還不錯吃 吃起來口感有沒有 有點像那個炸蝦的那種感覺 就是日式那個炸蝦這樣 你如果要吃的人 他都會抓要吃菜 有芥末 比大明蝦 比大明蝦 比大明蝦都好 大明蝦也好 有人很多都會吃大明蝦叫這個 對漁獲相當了解的二姐 周家青其實比周琴更早在家中幫忙 後來因為小孩要念書 才換三妹接手 回牆以前小時候 生活真的很辛苦 他們去揹發 以前我爸爸大海 大海媽媽都會 我們自己也養蝦 所以都會去用蝦 家庭又不好 所以小時候都要去發培 走課堂他們都要去拆蝦 賺錢這樣 不怪你兄弟姊妹 感情很好 真的 我們家的兄弟姊妹 真的很好 現在換你一起吧 對 來支援一下 對 小時候一起為了生活打拚 所以兄弟姐妹感情都很好 也會幫媽媽賣了爹 即便老人家不在了 大家還是在一塊 秉持價錢 公道實在 你想這次 原路什麼都去過 我也都沒去過 你沒去過 我沒去過 對啊 因為你爭小孩 比較不好買 就算不理多消就對了 對啊 小店佛心沒漲價 畢竟靠海吃海活力多消 所以在這邊除了渣無之外 也有一些假咖的 縣流海鮮 像是本港的小卷 汆燙之後眼睛還超厚 肉質Q彈甜 另外高人氣的蒜香蛤蜊 裡頭的肉同樣厚實飽滿 蒜香蛤蜊 我上次來的時候看別人點 所以我跟著點這個 肉很飽滿 很甜美 讓客人回味無窮的 還有這大小適中的 酥炸鹹水無鍋魚 有客人專程就是來吃這個 當地現場的 我都打瘋了跟我們一起玩 我還處理一下 這很辛苦 我們吃過當地的魚鋼魚 就吃這樣平均的 然後吃得像弹弹的 不然這個鹹水的比較軟 要稍加甜 很軟的 這個海水的 紅椒水的 差不多 鹹水無鉤魚吃起來沒有土味 魚肉細緻 吃了這麼多炸物 這時候來碗招牌海鮮湯 不情解膩 滿滿一碗料很實在 有 有丸還有 鵝啊 還有魚肉 還有小卷 還有蛤蟆 這麼多 對啊 都是滿滿的 周家仁在青昆森 邁著五爹 成為當地的觀光景點 很多客人來此大大美食之際 也往往被這邊的美景 給吸引住 小漁港中海水味道清晰 航道上採科船忙碌穿梭 載著一樓樓的蚵仔 在不遠處 還有青昆森最美的地標 美麗的扇形鹽田 交錯的棲盤狀 非常壯觀 而且在青昆森里 還可以參訪 歷史悠久的朝天宮 最西邊的聚落 有著豐富的人文 與自然美景 加上好吃的乳爹 讓青昆森多了吸引力 歡迎收看近集的台灣 我是怡婷 帶您來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萬華有一間知名的石井面老店 開店超過一甲子 三年前因為老闆身體欠安 老店結束營業 讓很多老客人相當惋惜 由於捨不得老味道消失 去年侄子回家接手 老闆娘料理珠親自傳授記憶 爆香濃郁的湯頭 選用蕎麥麵 再搭配海鮮 豬肉 還有豬肝等澎湃的配料 讓很多老客人紛紛回樓 要品嘗這記憶中的古早味 因為它的料多 那湯頭很好 那也很實在 所以我們就常來吃 很鮮甜 很香啦 因為它好像一開始都有香 爆香才過 對 所以它那個食物的那個香味 都有濃郁 排骨很大 然後很香 我覺得味道就是很古早味 有媽媽的味道 長生台北萬華巷弄 讓客人讚不絕口的 這間石井面 料多實在 湯頭鮮甜 滿分的心意 來自老闆娘料理珠 60年來對媽媽古早味 做法的堅持 我知道一個動作就是 航高湯 這個高湯就是要放裡面 就是放雞 乳 竹腳 大骨頭 洋蔥 胡蘿蔔 因為這樣下去煮起來熬的湯 很清 很香又很甜 然後這一鍋整天都沒有洗 一天要放兩次的材料 再過後兩點多 我們就要挖起來 再翻新粉 湯頭是石井面的靈魂 店裡標榜全天然口味 不加味精 所以每天都要熬上十幾個鐘頭 我的骨頭都好大分喔 對啊 豬肉大隻 野肉 骨球 骨水 對 骨水比較多這樣 這是媽媽那時候教妳的嗎 對... 我小的媽媽就是這樣 熬骨頭這樣熬 這是媽媽傳下來的味道 也是記憶中的美味 料理珠一直都沿用不曾改變 雞母 豬腳 大骨熬煮之後產生膠質 蔬果會產生甜味 在講求速成的年代 料理珠卻選擇費工的方式 一包十五斤 我們以前煮過以來 吃菜米就是什麼醬油 才會香 為什麼要這麼炸 因為買的我們不相信 那我們自己煮的都是真材實料 人家人 外來沒看到 我們怎麼煮 我不敢 不買現成的豬油 每天寧願多花一小時自己現炸豬油 過得了自己這一關 才敢給客人吃 眼前個性開朗 做起事來相當細心的麗珠姐 三不五時就可以聽見她的笑聲 在廚房悶熱的環境裡 她卻不以為苦 反而熱在其中 她說食井麵要好吃 除了湯頭好 食材的選擇也非常的重要 所以 野蒸的蝦 然後鹹 這是老鹹 鮮蝦 它有粉 這是老鹹 老鹹就是這麼有軟 軟很多的野香 你看這個 它很紅 很新鮮 都現老的 你如果焙就泡到蝦 它連著你看都紅的 這... 這不敢色 它是天然的顏色 這是冬食 當著蝦子 也是四幾年在配送的 早上都直接配送出來 每天送過來 對 蝦子要買這個 蜜青 蜜青有沒有 都這樣做地方不要白掉 沒有泡過水的蝦子 不論是產地植送的蚵仔 或是當季傳釣的鮮甜中捲 還是野生的漸蝦 食井夜裡的食材 用料都不計較成本 我們的高麗菜喔 都是高山的 它很軟 它這樣吃都很甜的喔 高山的比較軟 軟骨 軟骨 比較甜 你如果不是高山的 你吃下去 沒有那個高麗菜的湯 這個蔥也很重要 就要軟骨 軟骨 要軟軟的嗎 軟骨的蔥 在宜蘭耶 宜蘭也有平骨喔 對 三星蔥可是... 品種也不一樣 我們選擇品種就... 蔥白要長 這樣拿起來吃也很甜喔 做菜就是要靠著 如此的熱度要夠 熱火乾鍋 然後你油下去要夠 慢慢的爆 聽完熱起來它才會香 你如果搶火它黑掉了 麗珠姐拿著鏟子不停的翻炒 爆香時間要夠久 煮出來才會香 一點都急不得 揮舞長勺六十年的她 人生有一半的歲月 都在廚房裡度過 我爸爸媽媽以前是做五金的 我爸爸就是很善良 被人家設計到合理之後 所以就倒了 爸爸幫人家作寶 背著一屁股債 媽媽在龍蛇雜楚的萬華 擺起石井麵攤 也開啟了料理豬不一樣的童年 就知道她都已經... 已經破產了 我七歲就可以幫忙了 還有水菜啊 還有上面啊 送人家的家以前是這樣耶 料理豬從小就很認命 是爸媽身邊最得力的助手 因為熱觀勤奮 也獲得客人的賞識 進而認識現在的先生 當時先生心疼料理豬 原本想一起創業賣珠寶 沒想到天不窮人願 童保店開了兩年嘛 那後來就是切到了 切到了啊 整個童保店 那切走了啊 被人家脫臭 對啊 整個拖光光啊 拖光光... 對 那時候我們小孩子 四歲一個六歲 很慘 相信這是老天最好的安排 不願天游人的料理豬 投入更多的心血在老店 一碗石井麵分量不小 有蝦子 花枝 豬肝 豬肉絲 手工小魚丸 木耳 高麗菜等等 豐富新鮮的好料 CT值超高的 湯頭喝起來鮮甜順口不死鹹 石井炒麵吃得出大火快炒的禍氣 麵條是屬於比較軟的口感 但這就是媽媽傳下來的古早味 因為我們的味道是道地的 古早味十幾元 很道地 湯頭也要顧好 食材都要很好 做要認真去做 認真去做 這樣就好吃 所以我們的客人就是 都吃過了十年 好口杯也累積了許多的老客人 但三年前因為先生生病 料理豬有了休息的念頭 老店因為無人接手 卸業了三年 但許多老客人都相當的不捨 你昨天才打算耶 你看我那個味這樣 我想那個... 那個味道不在這裡啦 對啦 我說 看看啦 看我太多了 我就來做好了 我也老了 然後很多客人也要吃這個味道 那我就傳著自己的人啦 那你們兩個小孩很認真 那好 那你就過來 玩家的排骨很特別 它軟度會夠 你要有吃 還有大塊 還有裡面 你吃下去就不會硬 很軟 你沒有打的話 它太硬 它也沒有辦法吸水分 要打軟它會幫你吸水分 然後我們都用手工過的 那時候會比較多摩擦 他們老一輩會覺得說 這樣用會比較好 可是我們年輕一輩會覺得說 應該要這樣用比較好 對 就是可能我們會把它 比較簡化 對 那他們可能會覺得說不行 這樣味道會跑掉 譬如說排骨 那時候我們想說 我們應該可以用機器 所以後來我們就買了一個機器 然後打出來 然後給阿彬看 可是他說不行 因為用手打的才會比較Q 比較入味 對 後來我們就自己又試了 差不多一兩個禮拜 然後覺得說好像真的有差 所以後來我們才是用手打的 這就是要把它粉 稍微用薄一點 這樣炸起來才不會粉太厚 然後要平平的這樣下去 先讓它炸一下 定型 因為你如果掉下去的話 馬上翻 它會黏住 對 你要等它稍微定型之後 再去把它做翻面 店裡的炸排骨也是一絕 選擇新鮮的溫體豬 經過醃漬兩天入味 再一塊塊的人工按摩鎚打 油炸之後 外皮酥脆又不會乾柴 味道鹹香夠味 許多人會點一碗十幾年 再配上排骨 超級過癮的 我們都是先爆掉 找到它的味道會出來 然後接下來我們扣扣 我好像不知道退休嗎 就因為有很多的老客人 就是一直拜託它 再重新這樣 看它也有碎處了 它就是不忍心 它一直這樣坐下去 它就一籃決籃就是 好吧 就接吧 基本一步一腳印這樣 都要照著王的手法 有的東西會比較快 流程比較快 王就是堅持就是 要一步一腳印這樣 因為我一開始有建議他說 我們爆香就是直接爆一桶起來 這樣我們要咬比較方便 然後他說這樣就不行 味道 味道就是會跑掉 然後就是要堅持它 就是一份就是要馬上先爆這樣 湯滿就是它有入味 對啊 然後也不會死鹹這樣 料滿實在的 而且海鮮滿多的 鮮甜的感覺 然後吃起來又 就是分量也很足夠 裡面的配料也很豐富 那所以我們就會懷念它 會想來吃 因為它有一陣子休息很久 那我們就一直吃不到 現在又重新開了 我們繼續來這樣子 遵循上一輩傳下來的好味道 暗部就班 老店在心血加入之後 讓人重溫美好 在記憶中持續飆香 希望他們百年了 他們百年輕嘛 我如果自己給我做的希望 他們繼續團下去 歡迎收看近集的台灣 我是怡婷 帶您來看平凡人的精彩人生 如果有人中年失業 又負債兩千萬 能有翻身的一天嗎 在彰化園林 五十三歲 麥當歸鴨肉飯的老闆 蘭偉舟 以前是在中國大陸開工廠 不過七年前不幸倒閉 他帶著七小回到台灣 偏偏這個時候父親病重 臨終前最盼望的就是能吃上一口 美味的鴨肉飯 蘭偉舟為此跑遍了中南部 不過老父親直到離世都不滿意 蘭偉舟對此很自責 失業的他決定來做 老爸心中的那碗鴨肉飯 謝謝鴨熊 鴨的鴨肉便當了 大一小的鴨肉飯 再一個米雪扒 帳化園林之間當歸鴨肉飯 才早上十點 大伙已經忙到七手八腳 今天當兩個 謝謝貴姓 今天提早一個鐘頭來 才兩三位 等一下太晚來了 所以排得很長 這樣滿多的 肉我覺得滿好吃的 我一直跟他們買三百塊的鴨肉 會回去配飯這樣 盛飯的夾菜的員工各司其職 今天輪到老闆蘭偉舟 負責當歸鴨肉這塊 重點就是肉要給得很大氣 主要看店家的心意 我們就習慣就是把它鋪麵就對了 內用了完 我們就是鋪麵 沒有看到白飯現在就對了 鋪滿滿的鴨肉絲 是整隻當歸鴨去骨勾下的肉 吃起來還肥夜瘦都有 所以不甘柴富有層次 淋上不死鹹 帶有紅蔥頭香味的鴨肉醬汁 一起拌著飯吃 滋味讓人一吃難忘 它是當歸煮的 它只有當歸味 它沒有很大的一個鹹香味 所以我們會用我們的湯汁 再把它醃漬一次 它的鴨肉就很甜 然後不會彩彩的 還有他們的米飯都很Q 滴滴分明 不像外面一般的那種肉燥飯 那飯都是十年年的 除了鴨肉飯 這道必點的去骨當歸鴨腿飯 更是高人氣 一刀切下肉汁瞬間流出 去腿骨之後再用力敲平鴨腿肉 鋪在飯上光看就很美味 很少在吃鴨肉 但是來到他們這邊就是 他們只要推薦的是 他們的鴨肉飯 還有他們的鴨腿 他們還有那個蘆筍乾 對了 還有一個鴨腿腸 客人推薦的當歸湯下水 也是很熱門 當歸湯可以搭配 鴨米血 鴨肉丸或是鴨肉 有著淡淡當歸清香的湯很清澈 裡頭有著鴨肉與藥材的甘甜 當歸鴨肉湯有濃濃的好滋味 湯頭很道地 其實很多上門的客人都知道 這間當歸鴨肉店的老闆 蘭偉舟 她的人生故事很精采 今年53歲的她 以前在大陸是鞋類加工廠老闆 日盡抖金 但六年前生意失敗 負債兩千萬回到台灣 要靠這碗鴨肉飯重啟人生 終點事業唯一的一條路啦 人家說了孤狼獨劍 我手上最後一隻劍 沒有射準 沒有好好射不行 懂得做生意的蘭偉舟 知道只要食材好 價錢便宜 客人就留得住 像鴨子她只挑中南部 養七十五到七十八天的土番鴨 肉質不柴也不會太嫩 每隻鴨子得仔細清洗 這淋巴 淋巴也對吃了 對身體不好 這就是不好的部位 我們沒辦法把它清乾淨 處理鴨子很費力 即便藍尾舟手指頭之前受傷 但還是努力做好 我在大陸的時候 才會發那個樣品 被模具壓到人 那老婆一定很信任 那沒辦法啦 射到自己就比較怕 回想當時負債又失驗 老婆周彥平不離不棄 跟著藍尾舟回到台灣 要當她的支柱 他會哭耶 我們講說 老公也要把這個門關起來了 來 可能會 我們那會開一條路啊 所以現在會覺得 老公還真的是韌性滿強 對 我們常說打不死的幫忙 有著小強一樣的韌性 是藍尾舟會成功的原因 開過工廠的他 做事情很有他的SOP 我們一批都是四隻 那一桶湯我們要煮最少十二隻 那湯的甜味才會跑出來 把鴨子丟入滾水之後 接著放入這一大包中藥 裡頭有當灰 川瓊 紅棗 熟地 等八種中藥材下去乳鴨 但這比例掌控十分關鍵 重要的靈魂啊 藥量如果不夠的話 這鴨腥味就壓不掉 再來就是四口性 有的中藥湯 它就是其中某一個中藥的藥味 對 很強烈 很濃 不然就是苦 所以把它調到剛剛四口 那小孩子也會喜歡喝 湯啊 喝起來 就是不會讓你覺得很燥熱 一般有時候就是喝苦湯 然後喝完以後回去 可能還會喝開水 可是他們完全都不會 煮了四十多分鐘的鴨子 得先吹涼再仔細去除鴨毛 接著把鴨肉剁下 以前是靠手工切絲 但現在用量大 藍尾州還特別弄了這台機器 你沒有用機器 我們根本來不來不及 雖然是用機器 在我們裡面的刀 那個鍵器是有要求的 藍尾州花很多心思 在這碗鴨肉飯上 因為這裡頭藏著 他對父親的思念 當他一無所有回到台灣 父親恰常病重 臨終前老爸爸最想吃的 就是鴨肉飯 我就去找阿嬤飯 台中中華 南島 本人 鴨肉 等一下回來 全天找到 全天鴨肉買回去 怎麼回來 他說這不是 這人騙人 就到他臨終 我也沒有買過一碗 真正的鴨肉飯在那裡 很可惜的父親閉上眼睛 都沒有吃到 他心中最好吃的鴨肉飯 讓藍尾州很自責 因為父親是他這輩子 唯一最親的人 鴨肉飯 都沒有反映 不出現 開滿 阿哭 給你給我聽 給我打理我的日常生活 但是跟爸爸做的那種感覺 還是不一樣 儘管過了五十多年 父親身上的味道與溫度 恍如當下 後來父親再娶 年幼的他內心很吃味 到我青少年的時候 很多問題就在這樣一個 不平衡的心態 一直跟他有摩擦 但是內心對爸爸的尊重 跟菌養 但是沒有變 當完兵父親給蘭瑋舟 一百萬元創業 開了修車廠卻是慘焙 後來他陸續做過很多工作 但在父親心中 總認為平順就好 把他帶在身邊一起跑車 因為我跟他相處的時間 以前我們跑車 我們會到處去吃東西 他會帶我去打 車停下來就說 我們待會兒來打吃飯 那種的烤肉飯 那種的什麼東西不錯吃 那段朝夕相處是父子倆 這輩子最親密的時候 但年少青狂蘭瑋舟 不想被拘束 他離開父親 到大陸越南工作 最後在大陸開了工廠 當上老闆 達到人生經歷最頂峰 大陸的時候 一個月最多 大概在一千多萬吧 兩千多萬有了 但萬萬沒想到 六年前整個環境改變 他欠債兩千萬 夫妻倆中年失業 還有三個孩子要養 他也曾經回去開大車 自己做主管做一年 那個脾氣押不下來 那我都說 一個年輕人的孫子 這樣騎我招攤 對喔 這樣騎我 還來還去 我會想想 我太太教我 說我要感謝他 如果沒有那個環境刺激我 我就沒有那麼積極去找房子 就是這樣沒做完 整天就是找店了 後來正好有朋友賣過鴨肉飯 他想起了父親臨終時的遺憾 決定孤主一職 還特別去請了師父來教 結果功夫沒學到 還賠錢 今天以前的董事做師傅的 一塊五萬給他 結果來兩三個月 不然幫他做了什麼 一天就只有家賣東西 就錢 兩天就要錢就錢 店還沒開師父就跑路 不扶住蘭瑋舟決定自己來研究 怎樣煮出最棒的當歸鴨 每天最少都是五六隻鴨這樣起跳 煮出來就是請鄰居吃 吃得出品吃到會怕 我料理就弄照片 終於慢慢釋出好口碑 開幕前三天 蘭瑋舟又碰上了倒霉室 製作的時候 他關火的時候直接去關煤氣 我也不知道 那火槍一靠進去就 就出來了 那個火這樣噴下去的時候 我離開幕剩三天 被火燒香的他一樣造成開章 而且靠著美費試吃打出人氣 在以前有非試吃的時候 我就來試吃 然後一直就愛吃 對客人都非常親切非常大方 來店每個熟客 他爐店都會送小菜或爐蛋之類的 對 甚至有時候會給客人的小朋友 都會送鴨頭 客人看到老闆阿薩里 也會給他建議 蘭瑋舟也從客人口中 慢慢調整出最棒的鴨肉飯 像是店裡頭很多小菜或是飯 都要用鴨油調味 即便有現成 他們也寧願自己炸 炸油沒有什麼學問 你要吃到什麼樣的香度 你就下什麼成本就對了 炸好一鍋鴨油 或再加入快半鍋份量的 本土新鮮紅蔥頭一起爆香 鴨本身它就有鴨的腥味了 所以我們用油蔥把它的香味調 油蔥本身它還有香味 它還有提香 另外淋在鴨肉上的 靈魂鴨肉醬汁得熬煮12個小時 裡面有油蔥 有鴨 鴨脖子 鴨翅膀 鴨的骨頭 然後有洋蔥 然後還有調味料 要熬到骨肉分離 那個裡面的肉是化掉了 這不是在成本的問題了 是剛開始那個階段 剛回來失業就想說要有客人 這個生意一定要做得起來 那就從那時候開始 基礎就是這樣 這不可能改變的東西 蘭瑋舟很用心在做 如今這一碗鴨肉飯 讓他很高興 能夠以為父親在天之靈 爸爸 真感謝你 在你的名字的時候 在你跟阿公想要一碗鴨飯 沒想到說你一碗鴨飯 所以讓我叫我一個家庭 讓我可以吃我吃鹹 我現在可以告訴你 我現在就是像你一樣 沒辦法能夠等我 等我去一個家庭 爸爸 真感謝你 今天的節目當中 我們看到了作用雙名店記憶的 花枝根老闆馮昆志 他走出了人生困境 以及周家人傳承阿奏的額爹手藝 在清昆森繼續讓美味敲香 還有老店重新開張 料理珠 希望下一代能夠按部就班 把關品質 把美味帶給客人 這些都是平凡人 最不平凡的精彩人生 感謝您接的收看 也歡迎全球觀眾 一起上晉級的台灣YouTube 訂閱跟分享 我是怡婷 我們下次再會 觀眾朋友 記錄